七十八 聯合早報 英項宣傳片八 我放學了催淚受方三天吸引九萬次點擊 2015年7月18日新加坡八張專心職總英項所宣傳的 這項未來發展計劃接下來三年將投入250萬元 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一千份助學金 希望讓那些為了養家而絕學的學生 可以繼續上學 將專心報導 ZXTO at SPH.com.sg 最近視頻網站YouTube上出現一段催人類下的感人廣告 這個本地製作的廣告短短三天點擊率就破九萬次 堪稱比泰國近年來製作的感人廣告更賺人的累 這段名為巴 我放學了 Lost Day of School 的五分四十九秒廣告 講述一名十六歲少女授方因為家庭而放棄學業的故事 廣告講述授方在上學的最後一天領取了優異的 有水準成績 但因為母親離世 父親行動不便 家中還有兩名年幼的弟妹要照顧 授方於是決定隱瞞父親說成績不好 先出來賺錢養家 父親聽到授方沒有聲學撥然大怒 直到後來發現授方藏起來的成績單 才了解女兒的用心良苦 此段感人的視頻是積總英康 N.T.U.C. Income 配合本月十四日推出的未來發展計劃 Fu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請來巴特·巴格·赫加特廣告公司所製作 此項計劃時積總英康旗艦慈善基金ORANGE RATE 的一項新倡議 積總英康使用ORANGE RATE 約3%的營運資金來進行這次的宣傳活動 活動用到公大約同居 C. 此項未來發展計劃接下來三年將投入250萬元 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1000份助學金 希望能幫助為了養家而絕學的學生 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 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每月必須少於570元 計劃推出首年將有200名來自理工學院和工藝教育學院的學生受惠 到了2016年和2017年 每年受益的學生分別為400人 除了提供助學金 職種英康會讓受益的學生學習財務知識 而職種英康內部也會提供實習和約聘的工作機會 幫助學生在個人和職涯發展有所提升 職種英康企業社會責任主管張子超接受本部訪問時說 授方代表了不少受益人的故事 我們選擇突出這個故事 是因為我們相信教育能讓孩子把握更好的未來 這個故事突顯了一個痛苦事實 那就是我們社會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社會階層 他們是一群因為家中的經濟支柱的父母或長輩過世或失去行動能力 不得已得出來養家的孩子 張子超表示 對這些孩子來說教育是奢侈的 但未來發展計劃能幫助這些孩子繼續升學 也只有大尊教育才能讓他們的家庭脫離貧困 真實例子 助學金讓他繼續升學 陳小美二十歲的父親三年前因病過世 當攤委助手的母親得靠一千多元的月月養起整個家 除了小美,母親還要照顧小美患有自閉症的哥哥及九十歲的外公 小美見母親剛的很辛苦 原本打算從工藝教育學院畢業後 就開始工作養家 但因為表姐說理工學院的文憑能幫助小美找到較好的工作 小美於是報讀了理工學院 小美說,前三個學期的學費是從我和哥哥的教育處束戶頭扣除 但從下學期開始,學費會是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教育處束戶頭的錢都用完了 幸好,小美下個學期將獲得未來發展計劃的三千元助學金 除了能繳付學費,還會剩下一些零用錢 當年小美的父親過世時,即總低收入家庭保險計劃也增加 與經濟上的幫助 這時即總英康提供給低收入家庭的免費保險 當唯一的經濟支柱不幸去世,或全身與永久性癱患 保險公司會給姐姐家庭一筆一次過的五千元現金 即總英康就是從低收入家庭保險計劃中找到像小美這樣 適合在未來發展計劃下受到照顧的學生 即總英康在ORANGE 8慈善計劃下 每年將百分之一的常年運營營利捐給公司所營養的慈善團體 有興趣捐款的公施A可以上網到 www.income.com.sg.html.html 親民島的喜劃